新北市双溪甘角地区包括长远里跟外甘里 因为接近山区对外通讯一向不佳 双溪区公所从103年起就积极的争取基地台的建设 经过了地方明代协助取得用地跟水土保持申请 基地台终于完工启用 这是由三大电信业者共购的 而这样的动作也让这个甘角地区的居民 拥有了良好的通讯品质 双溪区长远外甘粮里 科统称甘小地区 位在台二丙县平霜隧道的出口 随着科技演进 居民使用通讯设备 但因为接壤山区地形封闭 通讯品质一向不好 礼办公室长期向双溪区公所反映 终于在今年解决了民众多年来的困扰 过去可以说这些人要不通的时候 信徒很快 人们说大高大今天想要去排路肩 排这个方向 排这个方向 这个基地来十三块 这个砍完之后 大家都很欢迎 感觉非常方便 怕得大 都电源与起来 在外面随时都可以卡 就慢慢走出来 这个设备 所以说在这里 感谢我们电信公司 感谢我们这个南区厅 这个政策 今天可以接近 这个基地来就完成了 在台二平县 十三年五月中的一支基地台 使整个区域 包括长岩里跟外干里 整个区域的 手机信号 就非常的良好 但你这样一来 在发生台风 什么灾害发生的时候 大家手机信号都可以 调得通 都非常方便 基地台设立在台二丙县 隧道出口后的路边 当初公所争取困难重重 透过九年间 历任立委服务处 与市议员零一起服务处 多方出力协调 终于让这个基地台得以生成 范围涵盖全干角地区 家家户户都能受惠 双溪区公所为了改善我们 外干及长原地区的 防灾通讯需求 从民国103年开始 我们就基局协调电信业者 来这边设立基地台 在整个申请的过程中 因为从土地的取得 跟水保的申请 都非常感谢我们 各级的民意代表的协助帮忙 让我们这个整个基地台 可以很顺利的完成 那我们这边的基地站 在周边来讲 我们融合一些地景的造型 帮这边做一些美化 让整个基地站 更融入这边的当地的地形 基地台由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 远传三大电信业者所供购 除了服务范围广大 居民及台二丙线的用路人 都能受惠外 外观设计也以绿色 来情景周遭环境 让游客出隧道 造访双溪区 能感受融入山水自然的巧思 记者夏浩文双新采访报道